解決日期非正規化的問題 也就是說要把資料 記得看起來好像都一樣 但實際上完全是不一樣 而且是差非常非常大 所以將來如果你遇到這種問題 你不要說你不知道 你就變外行人了 你說你會用eSale嗎 其實我覺得還差 就是這個是蠻關鍵的 所以記得這個斜線要加 我們剛剛用的是 用date的函數 然後配合left、mid、right 三個函數 把需要的東西給完成 這方法一 如果說你要把它寫成VBA的話 也可以啊 如果剛剛的動作 你希望把它變VBA來處理 像我剛剛這個地方 我們是用函數的方法來做 但是如果你不想用這個函數來 其實甚至你用那個VBA 甚至這個地方都不需要多一欄 你直接在這邊處理就好了 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把切割完的結果 就直接塞在它原來的位置上面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 接下來一樣 開發人員 Navido Basic 那我們底下的話 就是 可以來寫這個 這邊已經有寫好了 我先把這個 先run一下 個個個看一下 這個是最後的fine 這個已經完成 然後我先複製一個工作表 因為它沒有辦法復原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其實它就是按F8好了 它就一個一個 先給它範圍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把它切有沒有 這個後面是說 把它前四個字 跟它中間兩個字 其實到底跟剛剛date很像 跟它尾巴兩個分別分開來 中間串什麼 串斜線而已 串完斜線之後呢 再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到這邊 所以你看到得到的結果 有沒有 它其實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剛剛我們要的結果 那規則是一樣 差別是說 外面沒有包一個date 有沒有 其實其他都一樣 只是說 串完之後放回去 有沒有 然後在NAS就下一個 所以 第一個儲存格OK之後再下一個 等於是A2OK 再A3 再A4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都會變動 有沒有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就讓它全部 全部執行完畢 那我多了一個什麼 A欄自動調欄寬 因為可能欄寬會不足 像剛剛你如果看到 緊字號連續的話 那就表示欄寬不足 你拉寬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我多了一個 自動調欄寬 在A欄調欄寬 然後全部執行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 這個範圍裡面的日期做正確的格式 這個是用VBA的方式來寫 那VBA裡面寫的方法 其實應該不困難 之前基本上都寫過 首先的話 把這個刪掉 再來一個 再複製一個 OK 那寫的方法第一個 不外物就跟大家講說 4I等於第幾列到第幾列 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OK 這個基本上前面 那再來的話 就是把資料寫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寫什麼呢 就是在資料跟資料中間加斜線 所以我先把前面的 這個寫法跟前面那個LAPT很像 LAPT括弧 然後我拿什麼來切呢 拿這個資料來切 這個資料裡面 前面四個字 先切過來 22022 然後AND 加一個什麼 我要中間加一個斜線 然後在中間兩個字 所以MID 哪個資料呢 這個啦 這個資料 所以拿這個來複製貼過來 我習慣是拖拉加一個Ctrl鍵 逗點 第幾個字 第五個字 取幾個字 取兩個字 那這個就月 然後空一格AND 空一格 再串一個斜線 有沒有 然後就Write R I-G-H-T Write 有沒有 然後再去把這個日期裡面尾巴的兩個字 這個的兩個字 OK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就 然後就 少了 這邊 這邊有沒有 少了AND 所以這邊要AND符號 記得喔 這邊有一個AND AND串這個 然後再串這個 這邊也少了 所以AND 這樣就OK了 這個規則 可能 這個規則可能要慢慢習慣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 程式快速寫出來的話 那這件事就搞定了 那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基本上就會完成我們要的 這個日期格式的部分 這個是方法二 所以我們已經做出來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美元對台幣的匯率 幫我畫個圖表好了 畫在哪裡 畫在隔壁這裡 最好畫在這個位置 我看一下 我的雲端上面是 畫在這裡 就是M1儲存格開始 然後讓它往下 我希望它的寬 寬到底多寬 高多寬 多高 這邊的話 基本上 我們可以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給它 乾脆這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個好了 假設我希望它放在這裡 然後高的話大概十個好了 比如說類似這樣 我希望它那個圖 就剛剛好放在這裡 它的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 將來如果說你希望放在這裡的話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左上角 你要抓左上角這一點 所以關鍵是這一點 第一個 我怎麼給它位置 這個 坐標軸 這個位置 第二個的話寬幾個 寬的話 我也許就抓那個 除塵格的寬度 假設乘以8 你就跟它講 跟這個一樣寬乘以8 那高的話 給它這個高度 乘以10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圖 剛剛好放在這裡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自動完成這件事情 的話 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這個 如果我今天要產生這個圖 並且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還是 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字聚集的方式 那比如說我錄字聚集的話 其實只要錄一個折線圖 那至於它的坐標 還有它的寬跟高 其實你可以自己再補一下程式就可以了 那怎麼補 我待會兒講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這個地方VBA的部分先完成 這邊有一個VBA VBA程式的話 一樣 我又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二頁的地方